大刀真的拼得过鬼子刺刀,抗日老兵,一打一就是找死,原因很简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影视剧开始,有了在白任战中中国大刀无敌的错觉, 他们认为日本鬼子个子还特别害怕,被大刀砍到头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稽, 只谈无论是抗战初期还是抗战末期中国大刀,在战场上都占据不了优势, 而且必须得承认抗战初期我们的军队根本不是日后的对手,我们就以百团大战为敌。 在白任战中我们想要杀死一名日本士兵,至少得牺牲三名八路军的战事局, 老兵回忆日军在白任战中的优势是极其明显,第一个打几个并不是夸大支, 此经历过百团大战白任战的士兵都说,鬼子体力好技术好我们损失甚大, 日本白任战为何这么梦体力和技术好深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兵器, 所谓公欲善骑士必利其器,在白任战中,一定长度范围内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 三八大概加上刺刀厚长一八米,而我们的大刀有的连一米都不到当时能够和日军抗衡的中央员, 配备的中正式步枪,加上刺刀厚,也才一六百八十五米和日军拼, 刺石刀尖还没碰到鬼的鬼子,已经刺到你身上了,而大刀更不用说了。 当时中国兵工厂制造的大刀质量很差和日本兵工厂造出的刺刀根本没法比, 和刺刀刚碰撞,往往就卷刃了实战中,可不会像影视剧中大刀一挡就能够进行, 防御日军的刺杀技术非常娴熟, 据清华日军金子自然回忆日军用活人进行, 刺杀训练十次刀能够准确的避开肋骨直接插入心脏, 有人可能会说我方军人武术很厉害, 大刀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这样就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可如果使用大刀, 在武器长度上至少要比日军短上大半截, 这意味着什么当你的大刀还没砍到日军身上的时候日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中你老八路君王乳林曾经回忆道, 我第一次和鬼子拼刺鬼子一把我的虎头都给撕裂了刀也给跳飞了, 要知道他曾经可是在少林寺练过武术, 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知道, 岂不如人, 只好一致取胜, 所以为了对付鬼子, 我们想了许多办法, 例如几多打一王乳林说, 拼刺刀石和鬼子一打一, 就是着死不过, 可以抓住落单的鬼子形成三打一的局, 面一人阳攻其他人突刺这样, 日军就很难占到便宜了, 为了延长武器长度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使用红鹰枪, 据说其效果比大刀还要好不过抗日, 越到后期中国士兵的刺杀技术就越强, 这得益于不断地训练很多八路军除了吃饭, 就是在进行刺杀训练训练强度飞, 长打加上我们也开始有了刺刀剑剑的鬼子, 就不是我们对手了为了减少伤, 王我们也会在拼刺中使用手枪此时, 我们不会和鬼子讲什么规则, 能多杀一个都是准的。 从1940年之后, 日军的白刃战就开始走下坡路, 那可我们的白刃战技术却越来越好, 到了抗战末期一个16岁的新兵都能赐死日本鬼子, 并因为此时的鬼子兵制, 量也在下滑日军到最后, 也不管什么拼死不开枪的规矩了, 不过就算开枪也打, 不赢他们也就在开始的几年很强大, 越往后就越弱, 不过今天说的都是普遍的情况。